哈喽,大家好,这里是阿默,我是那个想要走遍中国56个民族的姑娘 然后上一期呢,萨拉带我们学习了一些简单的拉护语 这一期呢,我们就跟着扎摩和小李哥去学一下拉护的文字 其实现在在拉护族里面有很多人都是不会写拉护文的 但是很幸运的是阿默遇见了一个会写拉护文的 我们就今天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拉的 我就认识了一个甲 对 哦 不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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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嗯 哦 嗯 嗯 まあ 哦 哦 嗯 嗯 然后是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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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会拉护资吗 不会 我不会 黄文姐也不会啊 不会 然后 只有她学过 只有她学过 但是你们就现在拉护了 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推广 是不是 那如果在你们的那个 在当地如果现在上学的小朋友 他们还会再学拉护吗 学的 有一部分的在学 有一部分在学 但并不是所有的在学 对 那其他人吗 你学不完这些汉语呢 怎么能等于去学 学不完汉语 对 就是学 对 是不是只有信基督教的一般才学 然后比如说信原始宗教啊 这些的 因为他们跟我说他们是有那种 教堂 然后去教堂怎么学 那如果是信仰原始宗教的 是不是一般就没有学 以前老一代老的学过后 这一代的那些 就没有学了 那护文没有推广开来 阿默觉得还是比较可惜的 在最后就跟阿默一起来写一下几句简单的 拉护文吧 如果同学们感兴趣 也可以像阿默一样自己写一写哟 那我们这一期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